中国足协正式宣布李铁不再担任国家队主教练 半年时间,铁哥变成李锤毛 李铁从云端跌入泥潭究竟是为何? 此时强赛出现之际,李铁还是球迷心中的神明 中国足协更是毫无保留地送上五年长约 希望李铁能在十二强赛赛场上有所突破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国足出师便遭遇两连败 连输澳大利亚,日本,且一球未尽 虽然成绩很惨,但球迷也算接受了这个结局 毕竟对手实力摆在哪 接下来营越南,输沙特,也是意料之中的结果 没有惊喜也没有惊吓 但却引爆了李铁和球迷之间的第一个矛盾 也就是规划球员的使用问题 斩平阿曼的这场比赛,可以说是意外 而这场意外的主要责任人必然是李铁 规划球员在场上的作用很明显 但李铁却执意将其幻想 导致球队错失好局 随之也引发外界对于李铁执教能力的质疑 这是导致李铁下课的因素之一 而李铁喜欢在新闻发布会上诉苦 则是让他下课的因素之二 中澳赛后32分钟的吐槽大会 直接为李铁敲响了下课警钟 加之第二天,李铁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广告拱火 媒体球迷开始了讨伐李铁之路 年薪已晕 幕后操盘武汉队 利用国足帅位谋取私利 一系列爆料打得李铁本人和足协措手不及 让出帅位成为李铁如今最好的选择 李铁的出格言论以及违规广告行为 看起来像是他下课的导火索 但细想一下造成这一系列问题的 还是中国足球成绩太差 带不出成绩的国足主教练 不管多大牌 都会遭到外界质疑 不满的种子一旦埋下 球迷总能找到突破口 而李铁又学不会低调 也直接导致了之后的舆论风暴 可以说李铁下课的本质原因 还是带队成绩差 信格则成为这一切的导火索 李铁的继任者 如果带队无法改变国足成绩 等待他的 必定是和李铁同样的命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